第三题,右图是ABC株四支音叉在相同时间内震动发出的声音,经过试波器转换的波形,请问哪两支音叉可以产生共振的现象? 我们晓得要发生共振必须是频率相同,也就是在相同的时间之内产生一样多的波,那么比如说我们这边取一个八格的横坐标是八格,那么A呢会有产生两个波,那么我们的B呢化了八格, 它有产生四个波,那么我们的C呢化了八格,它产生一点多个波,那么我们的珠呢化了八格,它也是产生两个波,所以我们发现A跟珠的是频率一样,所以它们是可以发生共振的现象,因此第三题问我们说,请问哪两支音叉可以产生共振的现象?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A珠。